Alpha 30是VIP四座位使用方法 這裡會有一個智能控制 這裡是一個主介面 主介面 第一個 第二個酒吧 按下去你會見到一個叫電視 升 電視降 玻璃升 玻璃降 我們按電視升 前面酒吧的27吋智能電視 就會自己升起 升起的同時自己會開啟 電視降 玻璃降 升起的同時我們都可以試到什麼呢 我們還有一個功能是變色玻璃 回到主介面 主介面中間那一行第一個是我們高清播放器的系統 好 當我們酒吧 升了電視上去 那我們就可以 用MP3 MP4 MP5 都可以在這部機上播放 開啟了機之後 開啟了機之後 它會播放我們高清播放器 裡面手指的電視 和歌 要我們停止 我們可以選擇它手指裡面的 歌或者是 如果現在選擇歌 我們在 確定這裡有上下左右選擇 再按確定 大小聲 暫停 去過 播放器的電源開啟 這一個就會回到主介面 影音系統 這裡會發覺我們在右上角 會有一個叫HDMI的轉換 因為在我們酒吧的左手邊 除了會有個高清播放器 還有一個蘋果電腦 蘋果電腦的電源開啟 你必須手動 在右手邊這裡 長按兩秒 當我們在看播放器的時候 只要我們 觸發我們這個HDMI的轉換 它就會轉到第二個輸入界面 轉換方式是Double Kick的HDMI轉換鍵兩下 它就會轉換了HDMI2的輸入 這一個就是我們 內置在裡面的蘋果電腦 我們這裡中間有一張餐托 使用方法 拉起來 拉直打斜 向後推 將它收進去 用的時候拉出來 向前拉 伸橫 揭開 我們的鍵盤就可以放在這裡使用 在這裡使用 如果我們要再轉回去播放器 我們在HDMI轉換度 W鍵 兩次 我們 就會去到我們的高清播放器 我們高清播放器 選擇要看片 將它暫停 因為現在正在播放 再選擇上下左右 再按中間確定 在這邊 這裡有個 開啟中門 天窗的按鈕 這裡 這裡還有一個 220伏 和12伏的充電 好 好